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拿台湾来说 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有16族之多 那么有小伙伴可能要问了 台湾四面环海 在远古的条件下 第一批原住民究竟是怎么登上这片土地的呢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讲 专家们眼中的台湾原住民的故事 台湾的原住民族 据学术界公认的资料 指的是原本居住在台湾的民族 也就是17世纪汉人移民台湾之前 由已经定居在台湾的数十个语言及生活方式 不同的族群所构成 明代的儒生陈地在公元1603年所传的《东藩记》中 记录了台南赤坎沿岸希腊亚族原住民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 这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 最早对台湾原住民进行具体描述的文献 而西方国家早期会以福尔摩沙一词来称呼台湾 福尔摩沙的音译源自于拉丁文和葡萄牙文的Formosa 都是代表着美丽的意思 那个时候台湾的原住民也被称为福尔摩沙人 有台湾学者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葡萄牙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启新航线 他们把美丽的地方都称为福尔摩沙 所以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会被他们以福尔摩沙命名 包括欧洲、非洲、亚洲等地方的海湾、海滩、岛屿和山外等等 不过台湾史研究所的翁家音指出 葡萄牙人命名可能是源于后人的推论 从史料中各个国家绘制的海图推测 应该是16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人会用福尔摩沙来称呼台湾 而后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人都使用了这个名称 一直到日治时期 所以在早期西方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中 他们通过语言的分析认为 台湾原住民可能是来源于使用南岛语系的南岛民族 这种说法也被称为南岛起源说 其实南岛语系的起源和扩散一直是太平洋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顾名思义 国际学术界所认为的南岛语系 是根据语言学分类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 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大语系 其范围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 西至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 包括了现在诸多海洋上的岛屿地区 这也表明了使用南岛语系的南岛语族是一个海洋族群 最早提出南岛起源说的是荷兰学者克恩 他想通过一些具有明显的预特征的动植物的古语词汇 来推断南岛语族的起源地 尤其是指在某种特定的气候条件下 才能够找到的动植物群 于是 他比较了分布在各个地区的100种南岛语言 够拟出一些原始南岛语的词汇 比如甘蔗 竹子 药鱼等动植物词汇 以及船 帆 船桨等航海词汇 发现这些词汇可以表明古南岛语族起源于热带地区 并且有可能是靠海的地方 然后他又从稻子 汉田 鳄鱼 黑毛猴等词汇分布的区域 进一步把古南岛语族的起源地的范围圈在了中南半岛沿海一带 并于1889年把自己的发现汇总在断定马来波利尼亚人群起源地的语言学证据一文中 另一位学者戴恩在1956年的语言分布与民族迁徙理论一文中 全面阐述了萨皮尔语言最分歧的地区 是这个民族的古代居留中心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言分布与民族迁徙学说 也就是语言最分歧地区最可能是该语族的起源地 9年后 戴恩根据自己的学说 发现新吉内亚 美拉尼西亚地区 台湾地区和苏门达拉及其西岸岛屿地区的语言同源百分比率最低 分歧最多 并且其中新吉内亚 美拉尼西亚所包含的语言总数最多 所以他认为 美拉尼西亚地区应该是古南岛语族的起源地 也就是说 台湾原住民等其他使用南岛语系的人 都是从这里逐渐分散到各个地区的 在当时没有其他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撑下 许多学者纷纷认同这一假说 加拿大的传教士乔治·莱斯利·麦凯还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台湾原住民可能是马来人后裔的假设 不过关于南岛起源的假说 当时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在于 一部分学者认为 南岛语族很有可能并不是起源于美拉尼西亚地区 而是起源于台湾 这种假说在后来被称为台湾起源说 也有学者持台湾岛史观的角度 把其称为台湾中心论 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布利斯特 根据南岛语系人称代词的演变和音韵 词汇等语言的演变 提出台湾南岛语言的高度奇异性 很可能代表着原始南岛语最早的几个主要分支 而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等区域中的上千种语言 可能是由台湾南岛语言中 仅剩的一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群演化出来的 此后 许多学者也参与了研究 并从不同角度来论证台湾南岛语言的多样性和分歧性 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前面所说的 语言分歧程度与起源地关系的基础之上 澳洲学者贝尔伍德还借此大致建立起了 一个南岛语言演化的架构 快车模型 这个模型展示了南岛语族在太平洋岛屿上的迁徙和扩散的路径 已经掌握农耕技术的古南岛语族 在台湾发展出古老的南岛语群 然后在距今约5000到1000年的时间里 他们从台湾扩散到菲律宾 印尼和波利尼西亚等地 这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学说 台湾原住民不是从其他南岛语族迁移过来的 也不是其他地区人的后裔 而是南岛语族的开端 随着国内外科学家和学者们对南岛语族研究的深入 一些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所显现出来的证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986年 日本学者丽野传之城通过考古发现了台北的芝山岩遗址 自此开启了考古的潮流 近百年间 学者们在台湾已经发现了100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 考古学家们也参考现有资料 构架出了台湾史前文化的样貌 目前 在台湾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长宾文化 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大奔坑文化 长宾文化位于长宾乡的八仙洞 从中出土了许多石器和古器 包括刮销器 砍拙器 古针和古铲等等 专家们对长宾文化曾进行测定 发现其最早在距今约1.5万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他们将其与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进行比较 认为两岸原始文化的联系 至少可以从长宾文化开始 大奔坑文化已指责位于台湾北部淡水河下游沿岸 其中出土了不少磨制的石斧 石铲和陶器等物品 其中 出土的粗陶绳文圈抵冠最具有代表性 与同一时期的养烧文化非常相似 因此 专家们结合考古的资料 推测大奔坑文化可能代表着大陆东南沿海迁徙到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并且有可能是南岛羽族向海岛东南亚以及大洋洲扩散的源头 即南岛羽族的起源地有可能是大陆的东南海岸 所以也就有了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第三种假说 也就是北方起源说 不过在当时 因为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佐镇人化石和缺少其他证据等原因 这一学说在最开始并没有被大部分人所接受 直到2015年以后 科学家们通过《碳14年代法》对佐镇人古化石检验后 推翻了以往佐镇人是台湾最早的人古化石 且是距今2万到3万年的说法 北方起源说才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之一 再加上在地理关系上 东南沿海、东南亚大陆曾与台湾大部分岛羽相连为一体 所以,有学者认为,更新是后期 地球处于墨次冰期的时候 闽南地区的古人类从福建沿海地区沿着城路的东山路桥 长途跋涉到达了澎湖群岛 再借助其他的竹木牌等工具到达了台南地区 而后在当地定居,逐渐衍生出了自己的文化 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分子人类学的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北方起源的说法 2021年,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 他们研究了东亚地区距今8000年到 1000年前166个古人基因组测序数据 并通过对台湾汉本和公馆两处考古遗址出土的人古DNA进行分析 提出南岛羽族人群和大陆撞动羽人群同源的说法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有可能还有更多的未知事物 能帮助科学家们研究台湾原住民的故事 比如,佐证人所属文化究竟是什么 新发现的更新是人类化时澎湖猿人 是否能代表着亚洲直立人演化的新知系 当这些谜题逐渐揭开的时候 人类演化时才能变得更为完整 一切才中有科学的定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